韩人双方政府目前对于双边关系的立场非常相似 就是两边都处在一个矛盾的心理状态和政治环境当中 这个所谓矛盾的心理状态和政治环境是什么呢 一方面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 都不肯在目前双方争执的一系列问题上做妥协 做松动 无论是历史问题 比如说日本就二战劳工赔偿问题 那么它坚决不能松动 因为一旦松动的话就会出现全面的崩溃 劳工能赔偿 那么威安妇就有户会赔偿 对韩国赔偿 对中国户会赔偿 对中国和韩国赔偿了 那么对亚洲其他国家 尽管人数没有中韩那么多 应不应该赔偿 还有一个朝鲜是不是也应该赔偿 包括美国 英国 这些二战期间受迫害的是不是都应该赔偿 因此就是日韩双方在劳工问题上的争执 日本是咬死了 绝对不能一松 那么可能一大片的问题都要接踵而来 那么从韩国的角度 从国内政治角度 这个问题政府当然也不可能松动 既然提出来了 而且法院已经给予判决了 那么政府也不可能松动 那么等于说日本和韩国 在这个问题上都很难松动 这个是目前包括其他问题 那么使得双方关系冰冷的一个基本的障碍 但是另一方面 双方也都很矛盾的是什么 就是日韩关系长期吃紧 现在双方都感觉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双方受到的损失也都越来越大 因此从客观上讲 双方也都有改善双边关系 至少不要像双边关系弄到像现在这么糟 再加上外力因素 就是美国一直在撮合韩日 要加紧的改善关系 来积极的加入 以相似的步伐 来加入所谓的印太战略 那么外有美国的施压 内有日韩各自的国家利益的这种需求 所以双方在关系已经降到冰点的时候 依然在谋求如何稳住和改善日韩关系 或者是让这个关系在处于冰点的情况下 尽早地出现转环 那么从中长期讲 韩日关系迟早会走向稳定和出现一定的缓和 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 那么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调整 这个时候呢 韩日关系才能出现 这个能够看得见的实质性的改善 如果日本现在坚持现有的全部立场 那么我想即便这个有首脑会谈 即便有好几次首脑会谈 那么双边的关系 也能很难出现实质性改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